在2021赛季足鞋杯济南赛区的八支队伍中 共有三支来自山东的球队 其中由吴金贵指导领军的青岛队 虽然在第二轮中输给了武汉队 但在与昆山队的首轮较量中 青岛队踢出了足鞋杯第一轮 最跌宕起伏的一场比赛 依靠朱建荣的帽子戏法 他们以3比2战胜了昆山队 这个足鞋杯呢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中超球队 对于中甲的球队 那么中甲的球队肯定会来全力以赴的 那么我们呢就是中超球队呢 这个联赛呢 间歇了一段时间 那么有放假有调整 还有外援不在球队等等 很多困难 但是呢我们对他们讲 就是我们要展现出我们中超球队 在各方面的能力 你们要配得上在中超这个球队的称号 所以呢我们在整体的那个打法上面也好 个人的这个表现上面也好 经验上面也好 还有控制场面也好 尤其是足鞋的表现非常好 任一球直接的破门 对整个球队的这样提升信心 对他自己也好 提升信心是非常关键的 从1998年 担任上海深花队助理教练 到2020年 执教刚刚冲超成功的升班马青岛队 吴金贵已经从事教练行业20余年 期间执教过上海深花 山东泰山 杭州绿城等多家中超俱乐部 其中 对于身为上海人的吴金贵来说 执教上海深花的经历最为丰富 在1998年 身为助理教练的他 就见证了球队夺得甲义联赛 和足鞋杯的双冠王 2017赛季 吴金贵临危受命 接替波耶特出任深花队主教练 两个月后便带领上海深花 在足鞋杯决赛中 击败了彼是如日中天的上海上岗队 在那几年的话 中超的球队 每一个对手 都非常的强大 那么当时我们面对的就是 强大的那个上岗队 他们当时从外援的实力 大家都知道 胡尔克 奥斯卡 等等都是最强的 包括吴磊 多载 那么当时确实他们整体实力 要比我带的球队 内地深花要强得多 但是这个杯赛 就是由他的杯赛的特殊性 那么在这个战术的指定上面 就是围绕着这两场比赛去指定的 从心理上面来讲 如何去用心理上面的优势 去战胜对手 大家表现得真的是非常的团结 表现得像一支不畏强手的 全力拼搏的这样一个球队 赢得初学杯以后 我们全队上下 对我本来讲 也是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 因为我们面对的对手的教练 也是博阿斯 当时是欧连奔的冠军 这个教练 所以说他也带的是非常强的队伍 对于我指教生涯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 也是非常一个提气的 这样一个独播完时刻 2017赛季的足鞋杯冠军 无疑是吴金贵教练生涯的高光时刻 如今 年雨花甲的他 选择青岛这座城市再度出发 他也希望通过对俱乐部软硬件的建设 培养出更多的中国足球人才 来到那个青岛以后 就是接手青岛队 那么当然青岛的整体情况 足球环境非常不错 足球的那个苗子 足球的那个人才也非常多 但是青岛也面临着一些困难 尤其是那个俱乐部的建设 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足球文化 等等 这样的一个队伍提高的 这样一个环境非常重要 那么这样的就是你能够有更多的人才 能够留得住更多的人才 能够出现更多的人才 因为足球最终 我讲的就是首先是一个球员 尤其是你在亚洲 包括现在一些新崛起的 泰国 越南等等 这些大家在这方面的建设 非常的重要 还有就是教练队伍的建设 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我毕竟已经直较到这个年纪 所以看的经历也很多 但是我觉得很关键很关键这一点 大家不能忽视 就是俱乐部的建设 管理水平 软件要上去 我也是什么地方 我也是我 你是不是要安排这个 我也是我 我也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